特首 今天他就提出那個所謂轉移視線論 他就在土地大辯論的期間 就說有很多團體 包括個人也好 團體我不知道指哪些人 他就說大家都在轉移視線 就不去認真討論土地供應的問題 包括其中一個有機會去講 就是土地供應和人口政策要掛勾 你不討論人口政策就解決不了 就是我自己的意見 就覺得這個討論都未純不可的 但是都是一個遠期的措施 但是林鄭我覺得她這樣說 我就覺得好笑 真是忍不住回覆她的 因為別個講都有點資格 就是我們政府講的 真是很沒有資格 講轉移視線這四個字 我引述一下近期就是土地大辯論 我們政府做了什麼轉移視線的工作 第一個就是當然是出名的 我們的民政事務局 在土地大辯論這個諮詢文件出的同事 同一個階段 推出了一個私人遊樂場用地契約的檢討報告 這個就很明顯是衝著高爾夫球場 粉底高爾夫球場這172公頃 需不需要收回來而來的 劉剛華提出這個私人遊樂場契約的諮詢 是攬炒的 將所有相關的六十幾個會 一起去到諮詢 搞到現在的會每天都約人去談 過得害怕自己鬥款這麼小的地 會不會都被人收回來 我覺得轉移視線 怎麼比政府厲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點心指的問題 土地大辯論那張點心指 裡面的設計 那個方法學真的不合格 如果是去考試 因為E1學生我都會給他肥腦 你裡面前設了一些條件 是直接令到那個結果 會引導去某些結果 例如 你一定要別人在 供應 預計供應量會不足 例如 棕地你猜自己一定收不完 只是收到15% 私人遊樂場地 一定收不完 只是收到15% 只有60公頃而已 但是你自己的文件也說 你是會收回 我建議收到172公頃 或者收了部分 32公頃 你只有兩個方案 那部分應該是 事大一樣的 172還是32公頃而已 何來出過60公頃出來的呢 那你在壓抑了那個數 隨便收到15%之下 又要逼人家 一定要填小1,200公頃 因為不夠數 你說要1,200公頃 結果就是別人 一定要收到這麼多個 全部要剔掉 你想那些填海、郊野公園、中暴人公島 以至種種這些社會爭議的 你都會填下去 變成市民就有意見支持 有誰轉移視線 就誤導得來 第三個我覺得政府離譜的 就是在那個收回土地條例上 林鄭月娥自己出了名 剛剛才被我們刀爆了 在上次答問大會回應我的時候 就説收回土地會帶來很高的法律風險 包括有司法覆核 並且拖延很長時期 終於證明了 過去政府回歸20年來 有關的官司是很少 並且全部是贏了 而用的時間最長一年最短九日 這個又是林鄭月娥 是不是轉移視線呢 講到正話那個諮詢文件 土地大變亂裏面 其中一點 亦都是跟公私人合作有關的 就是她竟然敢死 寫著說發展地產商手上的私人農地 人家問你的意思 那用什麼方法 是否收回土地 還是公私人合作 原來她的意思就是公私人合作 黃遠輝出來說了 喂大哥 你屈不屈肌少少 你今天林鄭月娥出來 轉移視線 我覺得真是好笑 骨在喉頭 這樣不爆她不行 即是不開班 另外一個我覺得最離譜 除了你說她在技術上 這些位置都顯出自己政府 真是成了先的 你是轉移視線大師 你笑別人那些提出的意見 是轉移視線 但另一個更加令我生氣的 就是 在整個討論入面 開始一個趨勢 就是大家 或者政府也好 或者政府的友好智囊團 出來很多人已經說 填海作為未來主要方向 包括董先生領導的 團結香港基金 是不是 其實填海我已經說過 他又不要冤枉我們 我們民主黨 包括我自己 我都不是教條式或反對的 事實上呢 填海一直都在做的 東沖東是不是在填海 現在在教的 就是麻煩她說事實 我們一直反對 是胡亂填海 維港填海行不行 我相信九成市民都說不行 是不是 你選擇適當的位置 經過法定的程序 經過環評 走完 大家不反對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不要誤導公眾 最重要是什麼呢 填海是救不到我們現在的困局 香港現在面對的情況 是遠水救不到近火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找一些近水 我們近水 中水 遠水都要想 但現在政府 集中想了中場的 例如說得最多是什麼呢 交易公園 法例都未改 你這麼快動 什麼交易公園 一定拿得到的 填海一千公頃 又是實立未有一撇 他說要填海 貨櫃碼頭 這個概念性 又是有人在談 好笑的 我覺得大家好像失了 朝日政府 樂於陪他瘋 一起去談這件事 不斷用遠水來回應近火 近火是什麼 我們2023年 就會面對公營房屋的大滑波 只剩9千以下的公營量 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2026 其實政府欠了50公頃 去到興建公營房屋 包括公屋和居屋等等 資助房屋 大家想想 其實一個哥爾夫球場 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短期問題 我們為什麼不集中火力 在中短途措施做多些工夫 包括中地 包括哥爾夫球這塊172公頃 認真點集中去談 政府只要按回地契條款 這塊是官地來的 是官地來的 必須講兩次給政府聽 你是短期租約租給他的 你是不需要有任何 叫做洗智的承擔 他搬到哪裡 你不用理他的 你圓了就圓地契寫明 而另一樣東西 就是農地 也是政府現在每天都在做的 在洪水橋發展區 在元朗南 在新界東北 每天都在做 就是用收回土地條例 來做 政府之所以發展那裏 你猜因為斟了數嗎 原本 當時發展局局長林鄭自己也說 是不需要考慮地主的狀況 政府要按照實際社會需要 去畫一個新發展區 用新市鎮的發展模式 套落有關地大 接著牽涉到私人用地 私地的話 就賠錢 是不是 就賠償了 現在反過來 政府好像先考慮地產商利益 哇 那些地是別人的 不要了 我要公私人合作 分給他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我們政府有兩套頭腦 兩套準則 因應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對象 就不同的 小村民理就收回土地 就說這個黃道 這個是上方寶劍 我要提他 你除了屠龍刀 還有以天劍的 你兩樣都齊的 就是 這個 公義府球場那個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你是不需要有任何賠償的 到期一年前通知他就收得了 我覺得這個政府 夠膽死 說人家是轉移視線 這個就是最轉移視線 全部 將焦點推去中短期措施 那我覺得 是我很擔心的 現在補充最後一句 這一點上面 如果現在這樣發展下去 極有機會 我們是煲一次夢為足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會出到一個 意見紛雲的結果 跟著這個結果 任由政府去初元 按片去演繹 而同時間 我們很關心的 我現在經常講的 短期措施 172公頃 救命 那一塊高爾夫球場用地 亦都因為 眾說紛雲之下 政府是不做 拖著來做 甚至是不了了之 甚至可以拿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那份的諮詢文件 來作為一個遮醜報 做擋箭牌 既然是眾說紛雲 就政府自行演繹 是不是 至於新界農地 那麼多人說發展新界農地 我就公私形合作 強行將這些字眼 塞入市民的口 去屈肌 我覺得 我現在很擔心 很大機會出現這個結果 好 接著回憶下一句 是小小幾點 就是 一手物業空置稅 我知道今早電台有一個節目 有這個討論 我自己是同意的 我也是民主黨在見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也有倡議 一手物業空置稅是有的 不過我覺得 財政司或者 財金官員這個說法 目前是未夠力度打著重點的 怎樣說呢 第一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 空置單位的數量 都算不是很少的 當然你可以說 是否要去到一個百分比 例如5% 10% 才行動呢 從來都可以的 看你的病情多嚴重 你才吃藥 沒有說不行的 我自己覺得 你有一個指標 證明現在比較高 我們現在私人住宅的供應量 十來十八萬 就是每年是萬八個單位 竟然我們現在是有九千個空置 佔了每年供應量 今年的九千個 只是供應量一半 那是否多 這個很明顯的常識 也算是 有一半 這麼辛苦做地出來的空間 被地產商放在手 不去發展 而看回這條數 有三千個 甚至是2011年至16年 拖了幾年以上 很明顯這些是坐貨 在這裡看 那些叫做 摘肥而勢 因應市場變化 而期貨可居 希望最後得到一些利潤 我覺得這個是不妥當的 我同意空置稅 我覺得稅率不可以太低 如果參考外國的例子 我自己建議是在1至3%之間 作為一個 叫平行點 一來向市場 放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你不能夠這樣做 拖這麼久 你的成本 二來也不用 好像 我知道 關卓教授也有個回應 說擔心轉嫁成本 這個 當然也是成本 但這個成本 就不會是一個 很致命的成本 而我自己也相信 尤其是 經濟學家 相信市場的話 就不用很擔心的 尤其是成本你想轉嫁 沒有 demand 沒有供求 沒有承接力 也是轉嫁不到的 你就繼續 代價而沽 沒有人買 讓市場倒 所以我覺得 不是很擔心的 但我想批評現在 財金官員說 只是規管一手 物業 只是聽民主黨 一個意見 但沒有做其他 我覺得是很殘缺不存 是很不夠的 第一我覺得 現在先人樓宇 那個狀況 之所以托到這麼高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那個銷售手法 沒有監管 我覺得一定要走馬必 那裡 一方面就是限制發展商 不可以其貨可居 另一個就是 要走馬必 就是監管銷售手法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都是會 有一種情況 第一口價是天價的 這個就是因為跟某些 大的買家 夾定的一個做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你給我接一口高價 先破一破頂 跟著 同一時間 他會被他混貨 買回一兩圈 便宜貨 做一個凳雲的 其實拉回雲泉 成本就低一點 別人就願意幫你托一托價 托完口價 就變成那個樓盤的市場指標 然後再加上一種 飢餓行銷的手法 就是不公佈 到底還有多少本證 如果大家近期買過樓 會知道 都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不完全公佈 那個訊息 有多少單位證 現在有些什麼的貨 在市場裏面 在這個樓盤裏面 都是透過agent 很擠牙膏地告訴你 也不知道 哪個是買方 哪個是賣方 反過來好像你求他 我覺得在這樣的資訊 不平衡之下 自不然會構成了 地產商有利的狀況 可以托到市 托到價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反而這裏是需要做一些措施 去到限制 那個銷售過程的透明度 並且 這些 合理的銷售措施 是需要 我覺得這裏有法律規管 最後補充多一點 我覺得 另外有些措施 政府也是沒有聽的 我覺得 如果不做 就等於整個網 你積個網 也好 你穿了大洞 是沒有意思的 要多管齊下 做其中一個 第一 土地閒置稅 剛才這樣說 地產商要托著市 其實很容易做 就算你有所謂 一手樓的空置稅 你最多就說 空置六個月 收到一至三個百分 那我有什麼辦法 如果地產商可以怎樣避 那個樓的落成 滿意子 那些過程是可以控制的 我就不做 最後有工序主 最後那幾塊的樓 就不鋪 總之我一天不完工 我就可以控制 推出市場的時間 另一個就是土地 投入地 一邊拿著 看著形勢的變化才行 我覺得土地閒置稅 尤其是市況 這麼瘋狂的情況之下 政府要積極考慮去處理 另一個呢 我覺得只是規管一手樓 大地產商也是不夠的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投資者 買了貨 不在地產商手了 但是那些非本地居民 非港人的投資者 是很多透過自己 或者公司去持有 變成二手貨 這些二手空置 單位 住宅單位的空置 我覺得都要納空置稅 一樣跟剛才說 一手樓一視同仁 尤其是針對 非港人 以及由非港人 所把持的公司 我覺得是需要有 這個二手物業的空置稅 另一個呢 就是那個 住宅物業的增值稅 我自己覺得都要考慮 這個是壓抑炒封其中一個 很有效的方法 尤其是都是那樣 如果我們本地居民去買樓 我都還不限制你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投資工具 是外國的買家 非港人 或者非港人持有的公司 在香港 以炒樓為他們 謀取利潤的手段 為什麼不抽他的稅 是不是 我覺得絕對 是要研究 去到用這個方法 壓抑那個 那個 硬需求 那個海外的硬需求 不是本地的需求 為什麼不動 尤其是 房屋本身 不只是投資工具 不幸香港作為一個 自由港 房屋或者任何貨品 都可以投資工具 但是房屋 尤其是住宅房屋 是需要有一種特別的處理方法 等於米而已 米我們都完全沒有規管 都是戰略性的商品 同樣情況下 住屋是必須的商品 現在香港那種住屋情況 水深火熱到這個地步 我自己覺得 剛才那幾個措施包括 除了一手物業空置稅 我覺得土地限制 需要想想 二手物業空置稅 尤其是非港人 以及非港人持有的公司 的買家 的二手物業空置稅 以及有關的住宅物業增值稅 都是需要處理的 如果不是 我相信那個 海外而湧入的熱淺 令到本地樓價飆升 而最終是香港市民 找了一條數的 由市民去到承擔了 樓價瘋狂炒高的惡禍 尤其是全球 熱淺的那種 流傳情況這麼嚴重 當然最近大家認識 大家知道 但是至於香港的息口 和美國都有幾大落差 幾時會追回近 都未可預料 我覺得這幾點 政府尤其是現在 在諮詢中 在研究中 我希望他們可以一拼去做 我覺得民建聯 就不用枉作小人的 不用擔心 主席也剪了一部 事前剪了一部 你還擔心什麼 拉布 第一我不覺得我們現在 是拉布 我們提出那些 CSA委員會階段的修正案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是保障香港市民的 免於風險的權利和自由 如果我們不做 隨時香港市民 有一天發現 有任何一宗第一個案例 負上代價 惹上無妄之災 已經是太遲了 我們只不過盡了議員應有責任 提出一些法例的修訂 我們也不是說 我們要用最長時間拖 實際上議事規則修訂了 還怎麼拖呢 主席昨天還這麼矛 就是創先河 在二讀三讀都下了關卡 限了時間 甚至乎 就算是 留了會 的期間 那些時間要照計 大哥 哪有議會是這樣 主席都不 不珍惜自己的面子 可能他也沒什麼 就是 臉皮是不重要的 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 文建聯就不用這麼擔心 其實這個條例 我們都希望 市民認清了 我們提出的 是否有道理 包括他現在主席 剔走了我兩條的要求 一個就是 廢物的處理 就不要容量 在中方管轄區的廢物 在沒有足夠監管的情況下 直接入境 由香港的承辦商 就是垃圾承辦商 直接接了他 沒有人監管的 期間會不會有 包括軍火 槍枝 以至毒品等等 違禁品的危險呢 令到香港的保安 穿了洞 這是很合理的 他都不讓我們提 另一個就是國際公約 我這個也提過很多次 國際公約在香港很不幸 因為這個只是我們 中港兩地的合作協議 但是我們簽的國際公約 依然事果達為香港的地方 所以香港是要履行國際公約 但是我們自己又 完全投入行 我們不會履行 其實這個是很大問題 只要在那裏 在豁免範圍稍為修訂 好像我這次做法 已經解決到 但是主席都不肯 而很明顯 根本在原本的合作協議內民 根本沒有考慮這件事 文字上沒有提及的 所以我也不會 好像主席這樣說 是修改了原本的協議 我那個部分 其實是其他部分 我只不過是 叫做具體化他 他都不容許 可想而知 其實建制派 或者政府 都是想 硬來 把原方案一字不改 陷香港人於風險之中 都視而不見 為了要快 就不理任何成本 其實我們已經付出了 憲證的成本 已經很大 如果憲證的成本 付完之後 還要有香港市民 安全的風險 還要政府已經拆穿過西洋鏡 說根本沒有一小時生活圈 48分鐘是亂說的 隨時 現在我們都要很長時間 去到使用高鐵 我覺得我們 在今次一地兩檢的過程中 賺了些什麼呢 就算所謂實效都沒有了 那還有什麼剩下呢 我即將要上開會 三點半 我們現在三點半會上去談 明天有沒有一些措施 會做 會有些聯合的行動 或者在發言上 給什麼分工 因為我們明天發言的時間 真的很珍貴 幾十條修正 一人只有十多分鐘 可能急口令幾十條 問一條都不認 這個真是很可笑 我覺得香港議會淪落到這樣 正正是因為民建聯 這一類的保皇黨 不在事實 正正我們有這樣的主席 視議會的尊嚴 視自己的尊嚴如無物 我覺得我們民主派只可以這麼說 在現在絕對劣勢 又在規則下改了 求證抗證 祝眾祝協全是他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只可以 一天在球場 我們都要盡力